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封书底拆开来 是不是 就读到烂掉 你看 明明就你们手上都有这一本 然后他每次就拿来问 他读的时候把他读下去 把书读下去 他读下去以后如果他不懂的 还是需要补充的 他就写下去 所以他刚下课的时候跟我说 这本真的好好用 那个叫成名好学长 然后他把它整理好 而且他这个是一个database 他真的是一个database 就是历届的考题 然后考出来的 容易考的 然后我就把它呈现在这边 然后他再把它补上去 补上去以后他就会有一个 那个东西叫做两个字 叫做线索 线索就是我catch到 我在哪个地方我有读到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概念 就放进来 等一下我们在看词记的时候 我们在看词记的时候就有一些字 例如说跟那个伤病有关系的字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伤抽啊 业业啊这种东西 那等一下我们在看那个词记的时候 就看到一些字 然后因为字跟他有关系的 你就把它读上去 那你倒不如这40天 可以把这个东西读烂 就像他这样子把它读烂 那读烂的时候 你再去考的时候呢 至少你不会乱读 或者说你一直刷题 他始终一直在原地踏步 你要读到这样子拿着 不小心就会滑下来 这种感觉 对 所以他说他再来跟我说谢谢的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间 他就坐在这里面 然后呢 听老师说策略的操作 他也跟他讲说文科 这个科目 我才发现我还帮他签名 因为他必上中国医 而且呢 这一定上的 这个孩子 对啊 所以呢 这样子读下去 那把他读下去 那你看他有讲到那个什么 孔子登东山儿小卢 说那个小卢 有没有 那个小认为他小 这个叫做异动 对不对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异动 对不对 这个异动 好认为什么 这个东西呢 他就本来就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他就已经是一个 完整的东西 那有错误的地方定证过 那就就读下去了 你就读下去了 知道吗 然后呢 学长把老师上课的笔记 做成的笔记都给你了 不要不读 不然太可惜了 所以呢 真的 他一直点头 因为他想要上来跟你们分享 分享他的经验 然后我们要先让他脱口 照上来看一下他的如山真面目 那他说你们要拍手 他才要上来 好来拍手吧 好来 好来上来啦 上来啦 没关系啦 我给你十分钟 我给你十分钟 我给你十分钟讲 你要好好讲说你 你怎么考上一首词记的 那你怎么读的 你怎么国文考九十一分的 好来 OK 好来 上来 好了好了 OK 上网 好联中的 你太矮了 说吧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 如果要直接切入重点的话 就是 我觉得你一定要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 是怎么样类型的人 然后你的盲点在哪里 然后你要怎么 因为如果你把 读书当作你的一份工作的话 你要如何优化你的流程 然后你希望得到你最后的技巧是什么 就是你一开始就要 有很明确的动机跟方法 那 就是 你有明确的动机跟 你要找的方法 还有你知道你的弱点之后 你才能够切入到 你现在要怎么优化你的分数 换句话说 就是 不管你是 小学烂 或者是成语烂 或者是 虫组啊 填空啊 或者是文艺理解 这种 就是你 可能每次错 你就在 就是封面 然后写你错的 画政治记号 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弱点 比较取向于哪一边之后 就是 再针对那边加强的话 就是我用这一本的时候是 就是我不是把它当成书再看 就是它是 变成说我错了什么 我就回去找 然后再补充进去 然后都说 就是 其实我一开始九月的时候 就已经在做点事情了 所以 累积到现在的话 就是 就是老师上课 我一直在写字 就是 就是每一个 课文里面的东西 我就会把它加进去 作者我也把它加进去 然后 考卷的东西 我会全部把它加进去 所以 如果我今天已经写了 五十回 假设已经有 两千五百题 我这一面就有 学长 加上我那两千五百题的定证 就是 可能没有到两千五百题 都有定证啦 但是 就是我所有不会的 我全部都放在这里面 然后 这样子的话 就有利于 我不会 然后 再来一个主题 然后我可以 更了解它这个 里面怎么考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的话 最大的优点就是 嗯 你写的都是你 不会的 然后可以去更熟的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集中 精简的 把国文的成绩 就是至少你读过的东西 它在考栏上出现的话 你就不会错 对 那这样的累积的结果就是 因为有些人就是贪读 而没有贪 没有往精水的那个方向去念 那其实我一开始的取向就是 题目是题目 但是精髓还是精髓 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的 我的操作就是这样 精髓就是精髓 就是这一本 就是我错过跟它所有的 考点考型 就在这里 那我就以这个为延伸 然后去写题目 那当然 其实 我觉得每个人底子不一样 但是 最大的 不一样 还是在于 就是 你有没有用心去 了解那些文字的内容 就是 就是文字不是文字而已 它其实是有生命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人在传递 它想要传递的东西 那 你能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 当然还要看你很多的背景 但是 你要有那颗心 就是 你要有那颗心 想要看懂它要讲什么 然后耐着性质去把它看 就是因为我发现 真的很多人就很没耐心 或者是 那个字明明就已经有一些线索 因为你太没耐心了 所以就没有看出它的一些关键 所以 简单来讲 还是 你真的要有用心去把它看懂 就是 那才会是 你 国文真的很好的 一个 原因之一 这样子 好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其实我必须承认我写完的时候 就没有觉得自己表现得好或不好 就觉得 终于写完了 这样子 其实凭心而论 因为这词记的 嗯 医国文比较多 然后内容也比较多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老师的每一个选项都很认真在出 所以相对的 你的细形跟你的认知背景就真的有差 就是你如果本来就是医药相关的人 你真的会看懂的比较多 这是必须承认的 但如果你今天不是的话 那你就应该要控着 就是 而不是 觉得可能是大人就写 因为这反而会变成一个 可能被倒扣的地方 嗯 但总之我要讲的是 词记虽然比较难 但是 嗯 那只能说 就是大家对义国文的这一方面 要再更加强 这样子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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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论好了 其实我觉得 你们如果真的要考的话 一定要很彻底 用心的检讨 然后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问题 在哪里 很多人就是没有想要把它搞清楚 可是我就是相反 我的策略就是彻底把 每一个不会搞清楚 然后你那个彻底就会让你 下一次再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你已经在脑海里把它解决了 你已经花时间把它解决了 那个量太大 那个麦克风 好来 完蛋了 好 好 OK 所以刚刚余鼎跟我们讲的这一些观念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仔细 我觉得他仔细 然后他耐烦 他很耐烦 他不会急躁 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面对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能一般人做不到的 因为你可能觉得那个 例如说彪哥 生物那么多都看不完 可是没有说叫你一定要看完才能去考试 因为不可能说你所有的饭菜都吃 吃过一遍以后你才能够煮出一道菜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能够掌握多少 你应该去做多少事 然后呢 你宁可把他弄懂 就像我觉得他那一招就 这一招就很好 他把那个笔记大补铁当作他的底本 然后呢 增加 因为他已经分类了嘛 所以他刚刚专程来跟我讲 说他要谢谢我 是因为他 我把这个这么好的资源给你们 但是那个东西 一定要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然后呢 开始 就像你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可以把它读熟一点 你回去的时候 倒不如再把它拿起来读 知道吗 要读熟一点 我觉得帮助一定很大 一定会读到里面的 里面有的东西 然后你看他说 他九月就可以把错的地方放上去了 那他已经分类了嘛 对 所以呢 这个方法 同学也可以 好好的去学习 把那个态度呢 做得差不多像这样 好 OK 谢谢 谢谢余婷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词迹 好 那这个词迹呢 前面的题目 它是小学 那小学的地方呢 你注意一下那个第一题 第一题的部分呢 我都帮你写了 那注意一下那个地方 C选项 那个是习不暇暖的 暇那个字错 然后呢 食水滋味 再来那个字要念 东温下净 所以那个字呢 不是清 它是净 而这个净呢 它本身就有寒冷的意思 净这个字本身就有寒冷的意思 那如果说 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引申为凉爽 所以呢 它本意是寒冷 但是你可以把它引申为凉爽 好 那叫东温下净 那你看那个 好 这题答案选B 我有错的都帮你写好了 那你看那个第二题的部分呢 你看它考那个 书式的定峰坡 有没有 所以书式的定峰坡的那个字 然后再来呢 第三题 注意一下那个教育部国语词典 那个锻炼 它两个字都有 有看到吗 金字边跟火字边都有 然后呢 那个磨炼的炼呢 就一定要 磨炼的炼就一定要 什么字边 历炼 历炼 密字边 对 密字边 所以这题答案选A 然后再来第五题呢 它考了一个 我们经常都会发生的事 就是去连结 去查资料的时候 它连到大陆的网站 对不对 连结去的时候 它说它是什么 它是那个简体字 于是简体字 你就把它变成繁体字 繁体字呢 翻过来的时候呢 例如说 这个后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后呢 你如果把它放过来的话呢 割后 然后呢 繁体字呢 它就把它翻成这个后 所以呢 它本来是割后 clean哦 结果放在后面 就割后 变割后 听得懂吗 所以这种字 有时候在翻的时候 经常都会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题目对我来讲 我就 我就看得很亲切 因为我经常在 拿简体字翻成 反体字 然后就有一些字会 例如说 这个 这个字 有没有 这个字 然后呢 它是这个字 看到这个字 跟这个字 或者是这个字 所以呢 这有时候 它在翻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知道吗 所以呢 你这样看下去 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题目 对我觉得 就我来讲 我觉得它是送分题 所以你的A选项当中的 则 然 则 于 之 是 于 不是 所以那个于 是不是我 所以是于 这个字 对吧 是不是这个字 然后再来B选项呢 那个地方呢 它说 生成波善意 于命辖上与之 对平 那个字念平 那个平这个字呢 就是棋盘 棋盘 下棋的棋盘 本意哦 好 平就是棋盘 所以它的对平 就是下棋盘 所以它其实就是下围棋 所以你把那个对平 两个字呢 写下围棋 然后再来呢 于是呢 水生 棋生 还有松生 有没有 所以这个松呢 它就松树的松 但是呢 可能把它翻成 繁底字的时候呢 就变成放松的松 有没有 好像这个 就是要注意的 然后再来呢 B选项 后面还有一个 它说 来所于 序 的那个 于 有没有 来所我的序 再来 C选项呢 这个是 棋树国土土 做我们上过 对不对 所以最后那个句子 叫做 亦自卫 陀陀 云 所以呢 这个云呢 是一个 云末的住词 好 所以呢 这个云 对不对 好 好 然后呢 诸选项呢 就 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第七题的那个地方是 跟泛如没关系的 是功德 这个我们 我们的讲义上面都有 好 再看第九题 第九题的那个题目当中呢 你来看一下这个字 他说 A选项 A选项 它是 以通必 以通必解节 反之于平 所以那个记呢 就得要记的记 那B选项呢 他后面说 十一 掌 何王之六十 六银 六扇 百修 百将 八真之 习 所以那个习是完备 完备 再来 都迈生病 至都迈 至在骨上 甚者在 旗下银 说那个旗 就这个旗 你的肚旗 肚旗 肚旗在这边 对不对 旗下银 这个地方 持骨 旗 肚旗跟持骨的 持骨知道 你们学生物有 肚旗跟持骨 这个地方 这样知道吗 所以那个叫做 旗下银 所以呢 来 写上去 旗和持骨 联合中央处 联合起来 那个联合 联合报那里 联合 旗和持骨 联合中央处 然后再来那个地方呢 他说 后面 必灾 以静心 所以那个字就念 灾 所以那个灾 就是我们讲的 灾戒 灾戒 灾戒嘛 让自己那心 能够静下来 所以这个 我跟你讲 这个完全是鱼感 这鱼感 如果读够多的人 这样子 大概都可以 像这种 我跟你讲 这种字一比较 就是如果你在 那个笔记大补帖里面 它有这个字 你就可以把它补上去 这样知道吗 你就当作底本 反复的读 这样你在读的过程当中 你其实 其实我跟你讲 那就是线索 那就是着力点 就着力点 好 OK 所以你要 你要读那一本 你要读那个 讲究国文大作 在你倒补里去 读大补帖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它接近 它比较接近 你的后中 而你那个东西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大学学策的 那个整理 而且它比较传统 它比较糟 所以你应该 拉回来 去看那个大补帖 因为那大补帖 也不会像那本 讲究国文大作 那么的重 这样你比较能够聚焦 因为以你的功力 你还没办法去 把那本全部读到烂 那你与其这样子 你倒不如 把精简的东西 读到烂 也不见得要扩充了 也不见得有时间 可以扩充了 对不对 你倒不如把它精简一点 因为我觉得 你读那本 怎么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翻 到底讲 是不需要这样子的 所以我自己 我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太重了 它有太多东西 偏记忆的东西了 我就没有很 我就没有很 喜欢那本 那本书因为觉得太重 对我来讲太重 我连老师都觉得太重了 就太贪心了 东西太多了 好 好 接下来 那第十一题是颜色 那个颜色 我都帮你写好了 就不再说了 然后第十一题 又考到阿独 对不对 我们昨天在上那个课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阿独 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第二回当中 那阿独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阿独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指的是什么东西 那有的是指钱 还有的是指眼睛 像你这一次的 那个B选项 有没有 所以正在阿独中 四体言诗 本无关于妙处 传神写照 正在阿独中 所以就在你的眼神当中 眼睛当中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指眼睛 然后再来那个 诸选项 那个阿独 才是指钱 对不对 把那个钱搬走 这样懂吗 所以在我们的第二回的 必胜课的 那个第二回的题目当中 有讲到阿独 这个考题 有没有 然后你们的那个 词记 也考了这个题目 好 再来 然后那个 第十二题 这个题目 也根本就送分 那叫全犬浮阴 你还记得那个阴吗 我那个阴 我上课的时候 跟你讲说 那个阴是胸 从胸中 内心服从 有没有 所以义愤填阴 填阴就填胸 有没有 所以那个阴就胸 那重点是 第二行的那个地方 并在 那个字念在 你这个注意一下 并在这个字 有没有看到 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 那跟病有关系的字 像这种字 你就可以 把它写到 跟病里面 你的那大补笛 里面的什么 丧抽 业业 然后这些什么 病急 这些字 那就把这个东西 放进去 这个字念在 那这个在 就解释成 疾病 就解释成 疾病 好 然后第十三题 也是有人问的 也是有人写那个 也是有人去写 那个 事宜的 他说 半土而废 功会 亏 答案选 C 这个句子我们教过 叫做 苗而不绣者有衣服 绣而不实者有衣服 对不对 所以那个苗是长出和苗 长出和苗 但是却没有绣 所以那个绣 那些和土花 所以那长出和苗 但是却没有开花 有这种例子 长出和苗 却没有开花 那再来呢 绣而不实者 有的是开了花 却没有实 所以那个实呢 也结实成谷 好 有的是开了花 但是却没有结果 所以呢 长出和苗 就是为了要开花 开花 就是为了要结果 所以如果没有结果 就不可以停下来 就不可以半途而废 这样懂吗 然后你的A选项 骑际月 不能实步 努马实价 功在不舍 那这个叫做 勤能补着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来讲勤能补着 那你的B选项 叫圆拳 滚滚 所以拳水 不断的涌出 然后不舍昼夜 昼夜都不停止 再来迎科而后进 充满坑洞以后 再继续前进 然后仿乎四海 所以那个仿是到达 然后到达四海 所以他告诉你 要把坑洞填满 像这个句子就叫做 学应募本 学习应该要募本 好 他诸选项呢 他说五日暮图源 日暮图源 你知道什么叫 日暮图源 你知道吗 你听过一个句子 叫什么 日暮图穷 对不对 好 那你写日暮图穷 日暮图穷的成语 就从这边来的 写上去 日暮图穷 好 OK 一 处境兼困 这样子就回答你的问题了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吗 处境兼困 对不对 处境兼困 好 这是一哦 处境很兼困 可以吗 相处的处 境界的境 处境兼困 二 年事已高 人生将近 好 所以他说我日暮图源了 所以我就倒行而逆施 我做事情的时候反而就倒着做 好 我可能处境很艰困 所以我就不管了 就倒行逆施了 好 所以这个答案第十三题选 C 再来第十五题 这一题是我们教过的 那个西袭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西袭是老师 还有西斌也是老师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跟中医没关系 那青狼 举警 狼中 那这个都跟医生有关系 对吧 好 OK 然后呢 第十八题是 看不太懂 第十八题 看一下 看不太懂 写对啊 没有 还是不敢写 不敢写 城外土馒头 土馒头是什么东西 土馒头就是坟墓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形状像土馒头 然后馅草再成里 那个馅草是 指的是肉馅啊 那个肉馅指的是 人的尸体 对不对 尸体抱在那个土馒头 土馒头这些就是包子嘛 对吧 土馒头就是包子啊 因为里面有肉馅的话是包子 对不对 所以那是肉馅 肉馅会不会写 就上面那个馅嘛 所以呢 献草 献草就在城里 然后一人吃一个 每个人都一个人吃一个嘛 然后莫显没滋味 所以你不要嫌他 没有滋味 意思说每个人都有 一个土馒头 最后都会死掉 然后呢 都有一个坟墓 然后呢 这个下面那个地方 他说 饭制 饭制是王饭制嘛 他说翻 着 袜 着袜 是不是穿袜子 那穿袜子的时候 他怎么穿 反面穿 你的袜子是有一个缝线 那个缝线是朝外 对不对 朝外才能朝内 朝内 你是朝内嘛 所以你 那个缝线朝内的话 脚会不舒服 所以他就故意把它朝外穿 然后呢 人皆道是错 人们都说 穿错边了 然后呢 乍可刺你眼 那个乍可是宁可 他说宁可刺你的眼睛 就让你看得不舒服 因为穿错边了嘛 然后呢 不可淫我脚 所以那个淫是 痛 不能够伤痛我的脚 不会痛我的脚 所以什么比较重要 美观的是舒适 舒适比较重要 对不对 所以呢 答案选 B 这样你了解了吗 好 这种题目 会对的人应该不多啦 他算短短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不太敢写啦 但是现在在听的时候 就大概就懂了 好 那求生父我们上过了 好 那二十题呢 那个题目呢 注意一下 那个成语学一下 叫做老一少补 好 这个记得 二十题 那个成语叫做老一少补 来 老经验的医生 我们直接看详解 老经验的医生 跟少年果断的补师 古代认为呢 医生因为他年老 所以他有经验 所以他是以经验为贵 那年轻的人呢 他以果断为贵 因为他比较直接 所以他就比较果断 所以呢 老一少补 所以呢 年纪老的人 然后呢 就去当医生 然后呢 他们有经验 而年少的人 去当算命的 因为他比较果断 所以叫老一少补 OK 好 那个详解要看哦 详解要看 如果像你 像这种题目 就是以刚 那个语题的 那个概念 他就是这种题目 你就可以放到 你的那个成语 那一类的地方 他就把它写上去 老一少补 这样懂吗 这个就是他讲的 他检导了很多题目 例如说他说 他检导两百 两千五百题 那就把那个不会的 腾上去 也难怪他把它写到破调 然后他字又漂亮 然后他把它整理上去 我跟你讲 这个方法我懂 因为我以前读书也是这样 我也是有一个根据 所以那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说 笔记书或者这种大补帖 你就可以当作底本 然后一直放上去 把错德一直放上去 然后最后精读他 你的线索就不会散掉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他才说 他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把我讲的话听进去了 所以我刚才说 你有听进去 他说有 就是因为我有听进去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科目很重要 所以果然他的操作对了 他现在两所学校让他选了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所 他说还是想读中国一 对 好OK 再来 然后呢 看二十二题好不好 二十二题 二十二题那个地方呢 叫做玉永和的台湾足之词 记得那个是体验学剧 写上去 足之词我们讲过的是体验学剧 写的是那个台湾的风情 风俗民情 对不对 然后用体验学剧的方式呢 来记录 然后那个叫做毒干 那个念干 就那个树干嘛 毒干灵霄不作之 那这样的话就一根而已 就冲到天空去 然后垂垂清直 任分批 那就这样子批下来 然后呢 再来还供楼根绝 那楼根是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有没有吃过槟榔 有没有吃过槟榔 我们家卖过槟榔 所以我知道槟榔 槟榔的中间 有放那个叶子 对不对 那个叫做老叶 我们妈妈说 叫做老油啊 老油啊 就是这个 所以以前我们开家 家开杂货店 所以妈妈会做槟榔 所以她在做槟榔的时候呢 就会放一些什么石灰啊 然后还有一些 嘿嘿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自己熬的 那就在那边弄 然后还放老叶 那她有的用她的纸 有的用她的叶 有的用她的叶 然后就夹在中间 但是我没吃 因为我觉得很恶心 就那个东西 看起来就黑黑 我就不敢吃 可是大家就不 像家人会买来吃 我不知道那个好不好吃 我不知道 我一颗都没吃过 那个楼根就是老叶 老油啊 知道吗 老叶 所以呢她说 再来还供楼根绝 然后赢得纯间 尽染之 对不对 所以呢就 这一看就知道槟榔 这错也没办法的啦 好 然后再来呢 来看一下这首诗 难怪这学生会 会考得 难怪你会问那个问题 你辣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林朝松的法 他说 大好头颅 着于谁 我这个 我这么好的头颅 要给谁来着 着到底讲 应该是砍销 对不对 砍销说应该是指 他这里应该是指 剪头发 对不对 要交给谁来剪啊 然后呢 心长发短 不生悲 半目几几修 看净 万事茫茫 气染丝 然后呢 叫月突 苍 对那个苍 我下面有没有跟你写 叫做苍羹 所以那个苍羹 就是黄鹰 对不对 所以呢 叫月突 苍生醉苦 然后再来叫做 经霜 你怎么念 坤 坤 好 经霜 坤 那个坤 你看看那个 那个解释 我有帮你写 有没有看到那个坤 那个坤是剃去 男子头发的刑罚 有看到吗 下面有看到解释 坤 所以呢 经霜 坤流 太先衰 把江山满目空烧熟 风景全书 总 总 脚 是 幼 时 对不对 年幼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 所以他说 我的这么好的头颅 要交给谁来替罚呢 然后他的内心呢 希望生长 希望他长长 他说 我的头 我希望他长长 但是我的头发却很 短 所以呢 他就不经的感觉到悲伤 然后他半生呢 这一半大半辈子呢 非常寂寞的 寂静的羞愧的 看着镜子 然后万事茫茫 悲泣着染着头发 那么黄鹰呢 对着月亮鸣叫 声音呢 最为凄苦 已经双百的头发都被剃掉了 所以呢 就像是被砍掉的柳树一样 光秃秃的 所以整个样子呢 都已经 头发被剃了以后 就看起来很衰老 所以呢 他就觉得 眼前呢 看着故国江山 抓着他的 抓着他的 头发 然后看到他的景象 已经跟 幼时已经 不一样了 对 所以呢 他是代表说 他的头发被 被剃掉了 所以呢 就像他的国家 已经 失去了 改造换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感触很深 所以他就悲从 中来 所以他其实用剪头发 这件事情 来代表着说 他的国家已经被 换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句子呢 答案选 朱发 改造 换代 身不由己的 无奈 学生有 怎么有办法 在时间的压迫下 想这么多 对不对 他只想到剪头法而已 对不对 剪头就剪头法 这样子 所以呢 像这个 这种题目 如果你不敢写 就不要写 这种题目就 写下去就 比较危险 好 然后第二十五题 是最 我觉得最耍赖的 一个题目了 这个题目 他们有去申诉 这题目很耍赖了 真的 在漫长的十七年中 我饱受精神 跟身体的双重折磨 但至少还拥有 正常人的生活 一份和志趣的工作 一个和乐的家庭 写作 读书写作 出外旅行 随心所欲 我在意的不再是外形 而是内心变得更坚强 更能面对生命中 各种艰难的挑战 写对吗 错 这题 很多人就argue 可是都没有效果 因为那个 校方说 答案选 诸 他说能够把一生悲哀 一笑置之 才能够是 才是自责所为 他选这个选项 原因是因为 他上面讲到的 饱受精神跟身体的双重折磨 他并没有把这个折磨当作是一个悲哀 因为他后面说 他觉得他拥有正常人的生活 所以他并没有把他当作悲哀 所以他说 在事宜当中 我有把慈祭的事宜给你说 作者曾经在意人家的 在意人对他的外形 包括他自己 经过了生命的磨难而改变的观点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生命的磨难视为悲哀 是这一句话 作者没有把他的磨难视为悲哀 其实我在看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寻找着这个答案 为什么要选猪的原因 然后后来我也是自己想的 在我还没有事宜出来之前 我想起来就已经写了 在他的事宜还没出来之前 我就先写了 所以我写的是说 作者并未将饱受精神跟身体的双重折磨 当作是人生的悲哀 这是我先写的 后来官方的事宜出来的时候 他也是写说 作者没有将生命的磨难视为悲哀 有吗 对 但是这个题目很细 因为你当下没办法这样子理解 所以为什么词记的国文都会考 分数考不高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他那个题目出的会设下陷阱 让人家跳进去 对吧 所以像这个 我相信这一题也是错了一堆人 错了一堆人 而且那个第26题那个也是一样 26题那个 他在写说 那纯粹 来给你们念好不好 来 显得上下来 那纯粹来诊 开始 是 那我会是另一种美国 是 是 我愿意 在 在 老迈年里 他 是 我愿意 对上的会战 而他的 腿 绝别于 1943年 他曾听到 说 你 所以他看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其实他历经了什么会战 而且他是上校 他历经了一些战争 但是最后他的腿就不见了 然后这些他曾经听过历史跟校 但是这些什么才是不朽呢 其实后来的不朽都是来回到 面对到未来的这些 台米油眼降助杂的生活 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答案选A 他说玫瑰隐喻着战火跟鲜邪 所以你看我想姐写说 上校在这个中日战争当中 1943年是不是 19几年 1943年 然后中日战争当中断了一条腿 那经济不富裕 必须要靠着妻子的缝纫工作 贴补家用 太阳固然可以是太阳起的意涵 但是也可能是岁月的象征 所以战争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能够俘虏上校的只有岁月 所以呢 这个地方选的就是A 这种题目呢 也是因为我们事后写了想解 看了想解 听过老师的说明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 在当下几乎你们很难处理 对吧 这种题目都是比较难的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来 给同学念看看好不好 来 书室的这个形箱子 形箱子是一个词牌 对不对 然后那个竖怀应该是他的题目 所以呢 观念应该在竖怀 所以他在怀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怀什么 来 我们念看看 来 清夜无尘 来 开始 这个怎么念 真还左 真啊 左是 左吗 真还左 所以要念 九真实 好 来 开始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这个东西 这就是刚刚于婷讲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 你要去想象说 为什么书是要写这样的词 那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含义 所以你必须要去弄懂 这就是他刚讲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你要把它弄懂 而不是只把他看过去 这样就算了 所以他里面讲到说 清夜的时候呢 都没有什么尘埃 然后呢 月色呢 像影一样的皎洁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两层美景的